早安各位 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五早上 恒生指數繼續震盪偏遠 與我預期今星期繼續行走25,000點至25,500點 非常符合 騰訊暫時未能夠站穩 我相信265元支持位 還有機會讓大家入貨 另外外圍方面 美國及歐洲央行的說法 似乎令市場震盪一點 所以整體來看 我相信恒生指數仍然要震盪 250至255之間買貨不需要太急